中央社网传台湾银行每年乘坐新台币1000亿元新南向ODA 政府开发协助计划贷款是政府挥霍人民存款 新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今天说 这是故意造谣也没有要用全国农业金库的7000亿座ODA 为协助台湾业者争取海外公共工程商及政府推动台湾版政府开发协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计划由本国银行提供新台币1000亿元额度的资金融通 承办银行以优惠利率贷款给借款国 同时由借款国采购台湾工程业者承揽其公共工程政府则补贴银行优惠利率差额约30亿元 不过部分立委批评台版ODA计划与纪律都南亚国家合作 但在国际信贫机构的平等中 包含菲律宾、印尼皆被评为信誉一般 越南甚至被评比为信誉欠佳 难保借款不会像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并质疑政府打算将全国农业金库近7000亿元资金投入 ODA计划 网络也流传指政府挥霍人民在银行存款 台湾银行每年乘坐新台币1000亿元高风险新南向ODA 贷款前存在台银要注意了 按批政府借ODA挪用人民存款 对此 邓振忠表示政府没有要用全国农业金库的7000亿去做ODA 从来没有这种事 邓振忠并指出国际信贫机构的平等有很多评量标准 例如外汇存底贷款利率外债多挂或是GDP等信用平等较低不代表一定有风险 重要的是要看借款国过去的还款记录 例如越南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在国际上违约不还款的例子 而且也需要借款国政府做报台湾的银行才会借钱 邓振忠说对东南亚的ODA 日本韩国都早已在做有很多例子可提供台湾参考 如果真的有很大的风险 日本韩国甚至中国大陆不会抢着要做越南印尼或菲律宾等国的公共工程 他说ODA是要帮助台湾的业者走出去培养国际市场 例如高铁水库清淤等公共工程 台湾已累积了很大的能量往后的两三十年要确保有这么大的国内市场并不容易 所以一定要开发国际市场 至于网传钱存银行会被政府拿去送人 邓振忠直言 这是故意造谣 过去金元外国是直接赠送帮外国建设ODA是帮助台湾业者做生意 而且借款国还是要还钱 这才是持久的做法